大家可以看到這部Yotaphone2 我拍影片主要想說後面的E-ink屏幕的使用 為何要拍影片呢 因為如果我不拍影片很難用一些文字或圖片 就能表達功能的複雜性和多變性 後面的E-ink屏幕就是這樣 解鎖了 解鎖完後可以使用 例如打電話 這功能是沒有問題的 看SMS 按SMS 可以看到一些Android上的Status bar上的通知信息 E-mail這些都可以的 按下一個畫面 可以看到有時間 香港天氣 貨幣價格 再錄 這裡可以看電量 剩下多少 錄音 Yotasnap 可以看電量 股票 一些可以在上面常用的 例如計數機 我們這些很常用的程式 甚至是 錄過一個 看書 你都知道E-ink屏幕 最初期他們的設計 是用來看ebook 用的 你可以用它來看書 但香港人看書比較少 可能用這個機會不大 這些是基本的 它設計可能會有的功能 我們先說一些 可以自訂的功能 開放這裡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Yotahub Yotahub 其實裡面的封面和面板 就是剛才你看到的 但這裡的自訂性會比較強 例如封面 封面 你都知道一個封面 就是大家平時 會最常見到的 一個畫面 例如有些人很化碟 要經常轉機殼 這個沒有機殼 沒有機殼給你轉 因為它的機背 是沒有機殼 你可能會說 我沒有轉機殼 不是的 在這裡 你可以把手機上面的相片 你指定的某一張 或者你指定的一堆相片 都可以 我選了這四張 你指定某一張 或者指定一堆相片都可以 按新增 新增之後 便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 你按一按 後面 就已經轉了你想要的相片 它會變成像一個 你手機的 殼 背部的同案 你可以隨時轉 例如 因為它這個 我先解鎖 解鎖 你按一下它 它會轉一轉 按一下 它轉一轉 這個帥仔 再按一下 再轉一轉 你就可以把相片 變成一個 你手機的 背脊的Wallpaper 好 這是第一個玩法 另外 你看到時間 天氣 這些 其實你不喜歡 可以自己轉 例如我這個時間 不要看 我要轉這個樣子 可以的 或者你甚至 你轉其他東西 例如貨幣價格 列表清單 這些 都可以的 你見到 列表清單 沒問題的 你喜歡 最重要是 你覺得可以的 可以放進去 例如 月曆 放個 月曆 香港天氣 這裡 不想看天氣 我想 反過來 用它來看時間 可以嗎 可以的 這裡是銀行 那些 錢的匯率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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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切都可以 你自己去調整 去換 好像這裡 你說錄音 我不喜歡 聽歌 聽歌 可以的 聽歌 甚至 股票 我都不看股票 沒用 我可以刪除了 輸這些 我又不看 我又可以刪除 它 又可以自己 加一些自己想要的 這裏 有些 大陸的封面圖 就是做些什麼呢 你可以看 全部 可以聯絡人的名字 按就打電話 有些 Message Twitter 這些 沒問題的 或者一些 大家看到這裏的網絡 網絡那裏 有很多不同 它是預設了 可能分了幾格 那些放進去 都可以的 放這個 放進去 然後再自己 再調整 每一格 放什麼 都可以的 不喜歡 就關上了 這就是Eing後面的好處 其實就變成我們平時的 看Message 這樣按下去 看到了 回Message 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回 另外 Eing的好處 就是省電 大家都知道 它長時間 就算收拾在這裏 都不會太吸收這部機的電 不會太影響續航力 有時候有些東西可以在下面做 例如我們最常用的是什麼呢 WhatsApp Line Facebook Facebook 這些是比較我們最常用 有經常性 只可以開個屏幕 然後就關掉它 其實 會用了很多電 在這方面 它這個 反過來 你可以透過Eing 來幫你做這個 省電的設計 例如 怎樣 按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Google Google 那 拍照 這裡就有一個 叫做 Murror 按了 Murror 反轉 它會自己關掉 OK 你可以看到 螢幕就變成前面 螢幕就變成後面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很正常的活動 例如 上我們Google網站 看新聞 那它會限電很多 因為其實你看文字性的東西 就不需要 很多電的 用Eing 其實已經OK 那麼黑白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這些 看新聞的 OK 沒問題的 可以上Facebook 即使用Eing 也可以 甚至乎 看電郵 那這些簡單的事情 其實我可以在後面的Eing 就做到 那要省很多 電量 因為你平時用的最多就是螢幕 大家都知道 了 手機用電量最多就是螢幕 使用E-A 之後,可省很多點 用完之後,可以分開 設置正常E-A 的背板表面板 大家看到它還沒鎖,所以可以鎖起它 沒有問題,接著開中間就解鎖 就算你在這裏都可以開到MIRROR 你按住這個位置都可以進去RouterMIRROR 這樣大家會覺得這部機很多時候可以通過這個方法來省電 這裡的螢幕介紹到這裡 繼續看下方的報道